我平时挺喜欢吃那个韩式拌饭的 然后我想把那个冰箱里的剩饭做成拌饭怎么样 营养也应该不错吧 这个拌饭我也挺喜欢吃的 您怎么看 其实也是一个处理的措施 当然我们没有那个石锅了 有那个就好做了 没有的话按照那个精神也可以做 其实拌饭的好处就在于 它食物比较多样化 放好多好多食材是吧 然后那肉放的也不是很多 就沾点肉味而已 比如说加点蘑菇啊 什么胡萝卜啊 什么切成丝了 什么青椒丝啊 香菇丝啊 你各种各样的丝把它搭在一起 然后你等于说在锅里稍微把它炒下 是吧 如果你没有那个做拌饭的方式 你可以先把它炒下 然后等到这些东西基本上炒好了 然后可以把米饭先给它 稍微在那种不粘锅上加热一下 就是我们不是放很多油的那种 然后就跟这个菜基本上是和到一起 就是等于拌好了那个饭 因为最后你和的时候你可以把火停下来 最后在上面再加个鸡蛋 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叶死了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在于 在米饭里又加了大量的蔬菜的配料 同时呢让这米饭呢也稍微变软和一点 所以也是一个吃剩米饭的思路 好 看看健康小厨怎么料理的这个拌饭 看一下 这冰箱里存放过的剩饭 您可以把它改造成营养拌饭 先把胡萝卜丝 青椒丝和香菇丝 用少量的油炒香 再把冰箱里的剩饭用锅热一下 千万注意要少放油 等饭热了以后把炒好的蔬菜丝 加到饭里边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上一个鸡蛋 这样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都非常丰富 还有不少微量元素 把米饭回收损失的营养可就都补回来了